剛剛有超速的然後有酒駕 然後再來這個三圖跟之前一模一樣 所以我是直接拿之前那個三圖 那個sub直接call過來用 那全部折線圖的話就是希望四張 按一下四張全部畫出來 三圖這樣蠻快賣效率的OK 那這個怎麼做呢 當然全部折線圖幾個地方 其實之前有講過 所以我們大概重點講 第一個我是拿什麼 拿超速或酒駕這兩行直接先放進來 然後呢跟他講什麼 因為我有四張圖 所以我有4i等於1到4 Enter兩下打一個nets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跑幾次的話 那你就可以去給他一個回圈的數量 你說老師那數量如果不知道怎麼辦 沒關係你要追蹤的啦 這個可以自己再去想辦法把這個4自己產生出來 我想到的方法是你可以游標放在B1 Ctrl向右啦 它會移到這邊 然後取得它藍的數量-1就好了嘛 5-1 那其實也可以把那個詞放到這邊來 那也可以追蹤到數量 只是那個寫法就比較複雜 如果你暫時不會的話沒關係 你先寫這樣 好那接下來的話你就把這兩行搬到這裡面來 並且記得按個Tab鍵 好那也就把我把那個超速的折線圖 把它擺在一個回圈裡面 然後讓它變動 那變動的話呢就是第一個變數是Tab的這個屬性 Tab這邊喔 它原來是G1 第一次初始值是1 每跑一次要加10 所以這個寫法我記得我講過啦 就是初始值可以在4回圈上面加一個k的變數 當k的值 每 初始值是1啦 所以它第一次跑一定是1 那在NAS的上方再加一個k等於k加10 也就是每跑一次就把它加10 所以跑了一次 第一次是k 1嘛 然後下一次就變11 再下一次變20 11之類推 好 那再把這個k的這個變數 直接就塞到Tab的這個 有沒有 它原來是一個字串 把它塞到後面這個1的 記得喔 如果你要串一個資料的話 就是and k就可以了 它就會把這個k的變數 跟g串在一起 所以當它如果是1的話 它會先轉成文字 再跟g串就變g1的 OK 然後一次類推 好 那這樣理論上第一步就完成了 所以我們把它執行一下 不過執行的話呢 它會畫 會 但是四張圖是沒錯 可是四張都是超數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sauce data呢 我們沒有變動 那必須把它 當它第一次執行的時候 也就是for i 等於1的時候 它是b for i 等於2的時候它是c 依次類推 所以我之前好像想了一個方法 這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我增加一個變數叫col 就是colon的縮寫 然後再利用mid的這個函數 mid的話是抓第幾個字 跟它講說呢 我這邊打上的就是它的欄 比如說我這邊總共有四欄 我就是b c d e b c d e 然後呢 我後面的話就是再加上兩個參數 因為mid的後面 第二個問題是說你哪個字 第i的字 逗點 取幾個字取一個字 後括弧 那這個的話呢 就是當i等於1的時候 它會抓到什麼 抓到b嘛 因為它1嘛 抓到第一個字 那當它等於2的時候就抓到c 有沒有 所以我要產生一個變數叫col 那把這個col放在這一個 跟這一個裡面就ok了 那因為這個是一個完整的字串 假設你要把col這個變數放進去的話 那你必須先把字串先切開 一個變兩個 所以怎麼切開呢 第一步的話先把b選起來 雙一號兩個 兩個的話意思說把一個字串變兩個字串 所以它前面跟後面變兩個字串 然後呢要串在一起的話 中間加end 然後再移到中間加一個col 就把這個col的變數呢 串在這兩個文字串的中間 然後記得end前後要加空白 這是規則 因為vba的end一定要加個空白 跟那個英文字跟字中間一樣加空白 那當然啦 如果你實在是說老師好複雜 你就被口決算了 1算號兩個移到中間 end兩個再移到中間 加上col 變數名稱 再把end前後加上空白 保證正確 好 那我發現很多同學之前不會寫程式 每次遇到這個問題 一直都會一直問 老師我現在搞不懂 你搞不懂沒關係 你先記口決算了 保證不會錯的方式 好 好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那就確保他每次抓的名稱都不一樣 那最後的話呢 我就把這個刪掉有沒有 再把它run一下 看一下超速 然後按住酒駕有沒有 任意變換車道 任意變換車道 就OK了 所以我們就完成了這個兩個按鈕啦 當然這個位置加上按鈕這個請各位自己加一下 最後我是把這個 Ctrl鍵按住 再選 因為他位置好像太太右邊了 所以我把它怎麼樣 我再把它向右移動一下 如果要移動的話呢 好 這樣OK了 所以呢 最後的話就是要產生類似像這樣的效果 我們畫圖OK 但是待會兒我們再講 爬蟲 這個爬蟲就難了 這個我們剛剛是直接Ctrl-C Ctrl-V 可是如果你假設不要用Ctrl-C Ctrl-V 你要跳脫出來 你說老師我以後再也不要跟別人一樣那麼慢動作 原始時代人物嘛 我希望快一點的話 那你需要知道幾件事 第一個 因為你要抓那個網頁資料的時候 你要知道說他到底背後呢 是怎麼構成的 請特別注意哦 可能要學一個東西 就是HTML 按右鍵 檢查 OK 這個好像之前我們大家都有跟各位講 那裡面的話呢 他一律是用標籤的型態 去定義他每一個這個資料的元素 都是標籤開頭 標籤結尾 所以理論上我們資料應該放在這個Table 所以你會發現一定是小於符號開頭 那這裡面的話呢 你至少要知道有幾種標籤 第一個就是Table 這個小於符號Table 第二個的話就是TR T的話呢 T的話就是Table R的話就是Raw 意思是什麼 TableRaw 指的就是一列的意思啦 有沒有 所以這個哦 這個東西其實指的 這個可以收折嘛 你可以點那個前面的三角形 點一下 它就收起來了 再按一下就打開 那意思就是說你現在點的這個地方 它就是這一列裡面的資料 指的就這一個啦 這TableRaw 那你會發現哦 在HTML標籤有一個結構性 它一定是前面是這個標籤 後面的話會有個結束符號 多一個斜線 就是這樣 頭在這裡尾巴在這裡 那資料在哪裡 資料就在這個點點裡面 OK哦 所以你需要知道第二個地方是TR 第三個的話呢 就是它裡面的儲存格有沒有 儲存格你會發現哦 如果是標題的話 一律用TH 所以這個是TH 下面這個也是TH 有沒有 那裡面的資料就TD啦 所以你們可以再展開一下 這裡面應該有四個TH 然後再來下一列這個展開來的話 下一列的話呢 前面這個是TH 也就是日期的部分哦 它把它當成標題 所以這個是TH 然後後面的部分就是TD 那如果你想是要抓裡面的資料有沒有 這個有沒有這個資料把它抓出來 放在Excel的話 裡面的資料有個屬性名稱叫做Innertest Inner嘛 裡面的資料叫Innertest 就把Innertest的資料抓回來之後 塞到儲存格裡面 就完成爬蠢的動作了 但是其實講滿簡單的 做怎麼做 待會我們再來看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先把這個繪圖的部分 有點是複習啦 然後再來思考一下 如何做出爬蟲的動作 不過爬蟲你可以讓它先習慣一下 那我剛剛是先在左上角按右鍵檢查一下 你們慢慢習慣一下 有沒有發現這邊就Table整個嘛 然後這個就是TR 這個一整個TR 那你可以把TR展開來看一下裡面的東西 主要看的就是它的標籤 它裡面的資料其實就是放在哪裡 放在這個符號的前後的中間 那你說老師這個沒有 對 它裡面是空的 那這個有超速這兩個字 放在這個標籤跟這個標籤的中間 就是它的Innertest 我們要的其實就是把這個Innertest取回來 就完成 OK 怎麼做 這個我想等一下再來看 我們先下個休息 待會再來看這個爬蟲的部分